Hello大家好,我是爱看电影的毒蛇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无限循环的科幻悬疑片《意外空间》 在黄黄而下的电梯上 一个穿着婚纱的老妇人正紧紧攥着一个红色小本 回忆起自己与丈夫结婚时的场景 那使得他们幸福而甜蜜 但一场意外,剥夺了美好的一切 画面一转,回到35年前 哥哥卡洛斯回到家中 当他看到弟弟奥利福慌张的神情时 就知道对方又捅娄子了 哥哥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奥利福只是焦躁不安的说着对不起 就在这时,一名持枪的警察走了进来 原来兄弟俩在不久前抢劫了一家商店 警察已经找奥利福谈过话 没想到他是个怂包 警察随便吓唬一下就全招了 几人的争吵愈演愈烈 哥哥抓住机会将警察打倒在地 兄弟俩趁机逃走 从酒楼跑到二楼 期间卡洛斯被警察失手击中了腿部 警察也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莫名的爆炸声 哥哥痛苦不已 奥利福大声呼叫也无人回应 于是他们三人只能中断追逐赛 准备尽快将哥哥送进医院 下楼时 警察在衣领突然揪出一团头发 但他并没有在意 当警察到达一楼的出口时 这里的铁门紧锁怎么也打不开 更诡异的是 一楼下面显示的竟是九楼 于是警察让兄弟俩在原地等待 自己下楼继续摸索 当警察大汗淋漓的走到一楼时 下面又是九楼 并且遇到了本该在上面等待的兄弟俩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 他们试图强行打开铁门 却发现每个楼层的门都无法打开 于是警察用钥匙做了个测试 结果向下扔的钥匙 竟然从天而降 他们终于相信自己被困在无限循环的楼道里 三人的精神面临崩溃 这时警察发现楼道里有一台售卖机 里面有食物和水 随着时间流逝 各个卡洛斯的枪伤越来越严重 警察和奥利弗也只能为他简单的处理伤口 警察告诉奥利弗 他并不想开枪 也不知道他们会被困在这里 卡洛斯已经奄奄一息 警察从身上掏出一瓶止疼药 这可以暂时缓解他的痛苦 卡洛斯服下药后 便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好在楼道里还有贩卖机 里面的食物和水 勉强能让三人活了下来 警察坐在楼梯上 翻看着钱包里的全家福 念叨着 今天是他和妻子的15周年结婚纪念日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 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正等着自己 第二天 哥哥从昏睡中醒来 他叫醒奥利弗 表示自己的身体不太对劲 由于枪伤没有及时得到处理 现在已经发生感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卡洛斯告诉弟弟 他曾无比厌恶自己以前的生活 但现在却觉得 以前的生活非常美好 生命是一次单程旅行 他奉劝弟弟一定要逃脱这里 将来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人 说完 卡洛斯便走到生命的终点 哥哥的死让奥利弗无比悲痛 但警察却发现 贩卖机里被他们吃掉的食物又重新出现 无限循环的楼梯 无限供应的食物 让警察精神崩溃 疯了似的摇晃着售买机 看来他们真的无法逃脱这个死循环 画面一转 来到胖男人罗伯特的家里 今天他们一家会去海边 一同赴约的 还有孩子们的亲生父亲 原来罗伯特是继父 他一直在想办法拉近和两个孩子的距离 很快他们出发了 一家四口 行驶在前往海边的公路上 起初一切都非常美好 一家人有说有笑 其乐融融 直到他们来到一所加油站 妻子和儿子一起去了洗手间 继父给女儿喝了一口果汁饮料 母亲得知后对着罗伯特破口大骂 原来女儿对糖类饮料过敏 并且还患有哮喘病 路上女儿的哮喘犯了 罗伯特下车从口袋里 掏出哮喘喷雾时 一个不慎掉在地上踩烂了 更让母亲无语的是 儿子丹尼竟然忘带备用药 妻子当机立断 决定原路返回 就在罗伯特准备掉头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车上的人四脸蒙圈顿了顿 还是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转眼已经到了下午5点30分 他们依然行驶在这条公路上 看着周围熟悉的加油站 熟悉的路牌 罗伯特发觉这条公路一直在循环 而且路边的加油站内也空无一人 9点19分 女儿哮喘发作的越来越严重 妻子一直看着地图近乎崩溃 9点19分 听还是亮的 女儿已经晕过去了 10点44分 妻子崩溃的仰天咆哮 罗伯特再也忍受不了 她决定往公路左右两侧继续摸索 没有了罗伯特的陪伴 妻子变得更加崩溃 她用手拼命的拍打着自己 如果这是一场噩梦 就让自己快点醒来吧 中途停车 丹妮带着妹妹下了车 而癫狂的母亲丝毫没有发现孩子已经下车 丹妮抱着妹妹走回到广告牌 最终母亲失了魂似的走进加油站 她不断的自言自语 希望能从这无尽的噩梦中醒来 突然发现罗伯特从另一边的草丛里走来 他们彻底被困在了这里 一转眼35年过去了 另一边警察和奥利弗仍旧被困在楼道里 此时的警察早已沦为一个干尸般的囚徒 他们生活的区域满是垃圾和排泄物 因为长时间不运动 他的双腿肌肉已经萎缩 而与他截然不同的是 奥利弗变成了一个自律自爱的人 他利用贩卖机里取之不尽的食物 和哥哥背包里无限循环的生活用品 把自己一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十分充实 并且这循环的九层楼梯 也成了他最好的健身场所 他每天都会跑上几十个来回 他空间内的所有事物都整理得惊人有序 哥哥卡洛斯早已变成一具白骨 奥利弗每天都会带着警察一起祭奠哥哥 然后捏着一段字编的咒文 这也算是给他们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他们之间的恩怨早就被时间消磨殆尽 空闲时两人也会坐在一起聊聊天 聊着一些每天都会谈的话题 比如警察的女儿们多大了 什么时候结婚等等 长期发呆会让人记忆力减退 警察每次睡觉前都会默念自己的名字 害怕哪天醒来 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而在无尽的公路上 罗伯特和发疯的妻子早已堕落的不成样子 他们在肮脏的吉普车上度过35年 女儿在35年前因为哮喘并去世 桑德拉从此一蹶不振 如同行尸走肉 罗伯特除了酗酒 就是开着车在无尽公路上狂飙 而在公路的一旁 儿子丹尼的生活却非常有规律 他在路边用工作服搭建了一个帐篷 每天吃着一些纯天然绿色食品 妹妹的死是他一生无法磨灭的阴影 所以他每天都会跑到山顶 将哮喘器扔在上面 丹尼手里有一副迷你扑克牌 这也成了他消磨时光的唯一方式 这天罗伯特在路边捡到一个兔子玩偶 这是女儿生前最喜欢的玩具 他将玩偶丢进儿子的生活区域 站在车前等待着儿子的到来 但是当儿子走过来时 自己却忘了要讲什么 另一边警察自言自语时 突然念出一个名字丹尼 他大声喊叫着让奥利福过来 表示自己想起了一切 原来他根本没有妻子女儿 这35年的迷失也根本不存在 自己的真实名字就叫丹尼 丹尼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画面回到公路上 丹尼的母亲已经去世 罗伯特和丹尼一同将他安葬 这时罗伯特突然头痛欲裂 在临死前他告诉丹尼 他已经想起了一切 原来罗伯特并不是他的真名 他的名字其实叫鲁本 他曾经和朋友一起做竹筏去求学 突然船夫却造成了意外 导致鲁本的朋友不幸身亡 船夫和他在水上同样漂了35年 从未上过案 船夫此前告诉过他如何到达陆地 船夫告诉鲁本 他曾被困在一辆永远不停的火车上35年 于是他提醒鲁本 千万不要到红色吉普车里去 可鲁本并没有听他的 他一上红色吉普车 便忘记一切 并又陷入死循环里35年 我们在真实的反面 真实的你和我都在别的地方 鲁本用最后一口气提醒他 千万不要上一辆警车 否则就会失去所有记忆 陷入另一个意外空间 最后鲁本将一个红色本子交给丹尼 这时丹尼在公路上发现一辆警车 他强忍住没有打开车门 但可以离开公路的诱惑太大 最终他还是坐上了警车 从这一刻开始 丹尼也再度失去了记忆 另一边的警察为了阻止奥利弗 再度陷入死循环 他警告奥利弗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 起初奥利弗听了丹尼的提醒 但最终也敌不过诱惑 按下电梯键失去记忆 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 他和丹尼一样 按照红色本子的指示 转换了一个新的身份 此时的他像中邪了一样 按照红本的指示 在一对新人的背包里放入蜜蜂 并将背包扔在地上 这导致新郎被蜜蜂折了一下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莫名的爆炸声 奥利弗清醒了过来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只记得自己是一名酒店服务员 新郎对蜜蜂过敏 过敏药也被弄坏了 他们一伙人慌忙的准备离开酒店 结果他们根本出不去 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 现实中丹尼的妹妹及时得到救治 丹尼也长大成为了一名警察 犯错的继父和妻子离婚 终日酗酒最后自杀 经理哥哥在楼梯间发生意外后 他改过自新过上幸福的生活 警察丹尼发现妻子背着自己偷情 一枪崩了那个肩膚后 他被抓进牢里 但出狱后就跳楼自杀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意外空间这部电影 于2014年9月21日在墨西哥上映 影片中的故事情节 犹如墨比乌斯环一样 循环嵌套永无止境 乍一看是两个故事 看完了感觉是四个故事 仔细一想又好像是一个故事 虽然很伤脑 但这也是他最吸引人的一点 而主人公渴望逃脱宿命 和时间轮回的设定 又总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 想要深入探索这部电影 想表达的主旨 就不能只局限于自责这一种情感 而是要延伸到 面对人生跌宕的态度 看懂了就会对自己的人生 有感悟有思考 看不懂就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 其实里面的道理都挺简单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